政府将确保国人能买得到也买得起能符合需求的组屋 到了明年初,所有因冠病疫情而延误的预购组屋项目将竣工 政府将持续增加新组屋的供应 并计划提前新建组屋以满足未来需求 随着预购组屋供应量增加 首次申购者能更快地申请到组屋 根据新的标准优选和黄金地段组屋分类框架 当局会为优选和黄金地段组屋的买家提供更多津贴 并对这些组屋实施更严格的转售条件 从长远来看,这将确保所有国人都能买得起地点较佳的预购组屋 中低收入的首次购屋者将获得更多的公积金额外安居津贴 让他们更能负担得起组屋 政府将采取更多措施,让乐龄人士安心地原地养老 这包括推出社区关爱组屋以及改善现有组屋的相关计划 同时,当局将融入护理和社会服务,为年长者提供更加亲乐龄的居住环境 想要和年长父母住得靠近或同住的子女 无论单身或是已婚,在申购预购组屋时都将享有优先权 这是我对所有年轻新加坡人的保证 我们将确保每一个地区都会有符合你预算的组屋单位 我们会确保大家能一直享有可负担的公共住屋 感谢观看